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来自Killing展示的张智超 是Apache Killing Committer 很荣幸能来参加这次的Apache 控亚洲技术峰会 能有机会与各位技术大佬进行交流 今天我要分享的topic是 Apache Killing 4.0架构升级以全新的调优之路 今天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会来介绍一下Apache Killing及其核心理论 第二个部分会来介绍一下Apache Killing 4.0 在架构上做了哪些重大的升级及其原因 第三个部分介绍一下Apache Killing 4.0 在新架构上的全新的调优之路 最后一个部分会来谈一谈Apache Killing 4.0 未来的一些规划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Apache Killing Apache Killing是第一个由中国人主导 并贡献到Apache基金会的开源项目 它是一个开源的分布式的面向大数据的分析型数据产股 它通过标准的奢口查询及多维分析能力 为大型分布式分析平台之上的大规模数据集 提供高并发亚秒级的交互式分析能力 而且提供了丰富的接口 能以各种BI系统进行无缝的集成 自2015年毕业为Apache顶级项目 得到了全球用户众多用户的认可 发展至今在全球的用户量已经达到1500家 比如Ebay、微软、小米、汽车之家、友站、贝壳等 Apache Killing之所以能在超大数据级下 实现高并发亚秒级查询响应能力 这得益于它的核心理论 以空间换时间 它是以Cube作为核心数据结构 把维度和度量抽象为一个多维模型 然后采用预计算的方式 把预先定义好的维度和度量 以Cube的方式预先继合计算并存储下来 进了来快速的响应多维度的查询 比如右边这张图表示的是一个 包含了A、B、C、D四个维度的Cube模型 然后对每一个维度组合将度量值聚合计算 并把维合计算后的数据保存成为一个物化仕途 我们称之为Cuboid 那么像这种A、B、C、A、B、D、A、C、D、B、C、D等 都是一个Cuboid 而最上层的这一个A、B、C、D组合 我们称之为Basic Cuboid 基于这个Basic Cuboid 至上而下 一层一层的聚合计算出每一个Cuboid 而且每一个Cuboid都可以从它的负Cuboid的数据 直接聚合计算得出结果 并不需要每一次都从原始数据去获取数据来计算 而当查询的时候 A、B、C、K、D则会从这个Cube中选择满足条件 且代价最小的Cuboid来响应查询 比如有个查询是以A和D两个维度来做聚合查询的 那么A、B、C、D、A、B、D、A、C、D、A、D都可以作为响应的Cuboid 但Apache Killing会选择一个代价最小的Cuboid来进行响应 比如会选择AD这一个数据量最小的Cuboid进行响应 而采用这种模式的另一个好处是 当原始数据量逐渐增加 在维度和度量不变的情况下 依据和计算之后的Cube数据 是不会随着原始数据的增加而线性增加的 那么这样就可以保证查询时间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稳定持平的一个状态 它并不会随着数据量的增加而线性增加 这里举了个例子 比如左边这个查询 这边有聚合计算 也有Table Joint这种复杂的操作 这些操作都是比较耗时间耗资源的 而且是会随着数据量的增加而处理时间变长 那么当提交到Apache Killing之后 因为这些聚合计算已经提前计算好 并存储在Cube数据中 那么Apache Killing就会根据一些优化策略 使用符合条件的Cubeoid来响应这个查询 这样就避免了全量的扫描 减少了IO 减少了聚合计算 甚至在有些场景下可以直接从Cubeoid的数据里面 直接获取来进行响应 没有直接减少了去掉的聚合计算 最终得出的可能就是一个执行数 是右边图上所展示的 就是直接从Cube上面获取数据做过滤 然后排序直接缓回 那么这样的响应时间就会很快 并发也提高了 上面介绍了Apache Killing的核心理论 接下来将从架构上介绍下Apache Killing 并从架构入手 介绍下为什么在Apache Killing 4.0时 架构上会做这么大的改动升级 这张图是目前Apache Killing 3的架构图 从图上可以看到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数据源 计算引擎 存储引擎 目前Killing 3 支持以Hive或者考卡作为数据源 然后以新型模型加载数据 加载后的数据 用MapReduce Sparge RDD Flink等引擎来构建Cube数据 最后再把Cube数据存储到HBase上 查询引擎则是使用了Apache Killside 并提供了JDBC ODBC REST API等丰富的接口 方便以第三方应用 或者BI系统进行无缝集成 但随着热心业异的技术发展 Apache Killing 3在架构上存在的一些局限 也越来越明显 近几年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比如第一个局限 深度依赖Hadoop 近一两年 云计算正在吞噬着整个世界 上云成为了一种趋势 而Hadoop Hadoop相对于云计算来讲 代价是高昂的 众多的组件和组件版本 随之带来的就是兼容性差 维护难度大 学习曲线陡峭 而且强依赖专家才能玩得赚 计算分离 计算和存储仅偶核 资源利用力比较低 不适合灵活伸缩 TCO高等等 这些问题越来越明显 当前Apache Killing深度依赖了Hadoop 如果想要让Apache Killing上云 那么就需要把整套Hadoop搬到云上 那么这是一件很痛苦 也很艰巨的任务 第二个局限就是HBase HBase不是为Alep而设计的 它其实是一种列处存储 而并非真正的列式存储 因此在Io效率上有所欠佳 而且它的单Lowkey索引设计 切少二级索引 当查询时无法从Lowkey上面进行检索数据时 那么就需要全量扫描 这样子在性能上就会大打折扣 而且HBase是没有数据类型的 因此Apache Killing在保存Cube数据时 就需要自己进行编解码 这样无疑增加了代码的逻辑复杂度 而且对于调试也十分的麻烦 另外就是HBase的版本也是比较多 兼容性比较差 这样子导致了Apache Killing 需要在支持多个HBase版本的时候 维护难度大 最后一点就是HBase是以集群的方式运行了 那么使用HBase无疑就是需要多运为一套 甚至是多套的HBase集群 这样子对运营来讲增加了不少的复杂度 最后一个极限就是查询引擎CareSide 它其实是一个非分布式的查询引擎 当每次查询时 它是需要从HBase的各个节点去拉起数据 然后在单点的进行一些后聚合的一些处理 虽然在Apache Killing这一端 使用了HBase的一些处理器 然后在HBase端尽可能的做了一些聚合计算 来减少拉取的数据量 但当数据量巨大或者是查询复杂时 单点问题还是比较明显 很容易成为性能瓶颈 甚至会直接导致了查询绝点的卡死 甚至是OOM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Apache Killing 4.0在架构上做了针对性的升级 比如查询引擎这一块 使用Apache Spark替换了原来的Apache CareSide 而在构建引擎这一块 也同样也全面采用了Spark 作为构建引擎 不再支持Maple Reduce 最后在存储引擎这一块 则使用了Packet替换了HBase 把构建好的Cube数据 以Packet形式存储到文件系统中 这几个方面就是Apache Killing 4.0 在架构上做的重大调整升级 接下来我将介绍一下 这几个架构调整所带来的一些优势吧 首先在存储方面 采用Packet作为Cube数据的存储 这样带来的好处是 Packet是自带Schema和编码的 那么在存储数据的时候 Packet会自动选择优化的方案 对数据进行编解码和压缩 这样就不需要Killing 自己去做编解码的工作 这样子简化了代码逻辑 也更加易于调试 特别是在排查数据问题 正确性问题的时候 第二点 Packet是真正的劣势存储 在IO效率和压缩效率上 都会比较高 这样不但节省了更多的存储空间 而且在Killing 3中 使用HBase存储Cube数据时 其实在Hadoop上面 在HDFS上面 同样也存储了一份Bitboard 主要是为了后续的合并操作 所以说这样无疑就是 多浪费了一些存储空间 第三 使用Packet去存储Cube数据 这样不单单可以存储在HDFS上面 同样也可以存储在云上的对象存储中 比如说S3 Blob这些 这样子对于Apache Killing上云 也会更加友好 最后Packet就只是一个存储文件的格式 这样子就不需要像HBase那样 还需要额外的去维护一套HBase集群 毕竟HBase集群的维护还是比较复杂的 那从刚才介绍的全新的架构图上面 可以看到Apache Killing 4.0 可以说是全面拥抱了Apache Spark Cube构建查询引擎等 都是使用了Spark Apache Spark可以说是 业界比较成熟的计算框架了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在性能稳定性上面都是比较出众的 而且自有的生态圈也比较健全 以云的结合也是其主要的发力部分 而且支持计算和存储分离 可以独立部署 而且以K8S的结合也越来越完善 这样就使得Apache Killing 对复杂的Hadoop集群的依赖也大大减少了 结构上会变得更加的轻量级 简化了运维 同时向云 迁移上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对于构建来说 相信用过Killing 2,3或者3的同学来讲 Killing 2,3在构建的步骤上 多达了20几步 那么在使用了Spark 作为构建引擎时 构建步骤缩减到了只有三步 这样简化了构建的逻辑 而且构建性能也提升了一倍以上 而且对于全集构建置点这一块也同样使用了Spark分布式的优势来对全集置点进行构建 这样大大提升的效率 而且解决了原先基数只能小于20亿的极限 而在查询引擎这一块最大的优势则是解决了单点瓶颈的问题 Spark是真正的分布式查询引擎 而且Spark与Pakry的结合是有很好的结合的 可以充分利用Spark的并行化 向量化等技术来进一步提升查询效率 以上内容介绍了Apache Killing 4.0 在架构上的重大升级改变 俗话说迁移化而动全身 架构上构建引擎 查询引擎及存储均发生的改变 那么以直兮兮相关的优化思路也需要水质改变 接下来我将介绍下在全新的架构之下 如何对Apache Killing 4.0进行调优 首先在创建好模型和Cube之后 接下来就是对Cube数据进行构建 那么面对第一次使用Spark引擎来构建Cube数据 很多用户有这么个疑问 我要构建这些数据 那么我需要配置多少Spark资源来进行构建呢 面对这个问题 建议使用Apache Killing 4.0提供的 自动配置Spark资源来解决 前面有提到过 在采用Spark引擎之后 构建步骤缩减为只有三个 那么第一个步骤就是资源探测 它会去探测本次构建 需要的原数据的文件大小 文件个数 然后根据一定的策略来对Spark资源进行自动配置 要使用这个功能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必须保证这一个参数设置为处 第二不能在Killing.properties文件里面自定义配置Spark资源 否则自动配置的参数将会被自定义配置的参数给覆盖 那么开始构建之后 我们可以从构建的日志里面看到相关自动配置资源的一个情况 比如Spark Executor Memory配置了多少 Spark Executor Code配置了多少 然后Extense 就Extense的个数是多少 当然这些参数也可以从Spark UI上面进行查看 当构建结束 可以根据构建实际的一个构建性能来看是否满足需求 如果不满足 那么我们可以在自动配置的Spark资源的基础上面 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比如当发现构建的过程当中 Task等待的时间比较长 那么可以考虑加大Executor Code的个数 或者是Executor Extents的个数来提高运行度 又或者发现构建的过程当中 继续比较频繁 或者甚至有些Executor刮掉 那么此时可以考虑加大Executor Memory来提升内存的大小 当然一般我们情况下 Executor Cost和E Executor Memory的配比是1比4 另外这边重点介绍会重点介绍一下两个自动配置策略相关的一个参数 第一个Base Executor Extents 这个可以理解为是自动配置过程当中最小的Executor的个数 而这个Executor Extents Strategy这个参数的作用是 它的格式如下100都号2 然后都号500 它的意思表示的是 当Cuboid的个数大于100且小于500的时候 那么Executor个数的因子为2 那么在申请资源的时候 就会以这个因子乘以Base Executor Extents 就是这个5来申请实际的字眼 去申请10个Extents 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申请的字眼大于了实际可用的字眼 那么会以实际可用的字眼为主去进行申请 如果有同学对自动配置18的参数的策略感兴趣 可以通过访问这个Killing Wiki上面的资源文章来看一下 具体的策略是怎么来配置的 上面是从Spark资源来介绍如何优化构建性能 那么接下来这个优化点则是利用了Spark Catch的机制 来提升构建性能的 前面在介绍Cube模型的时候 有说到在Cube构建的过程当中是逐级去构建Cuboid的 而且每个Cuboid的是从它的它的负Cuboid来进行计算的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负Cuboid会有多个的直Cuboid 此时我们就可以利用Spark Dataset Catch的这种机制 来对FuCuboid进行Cache操作 然后避免FuCuboid多次读取数据 比如这颗构建树 这边的BaseCuboid构建完之后 当在构建ABCBCD CDEF这几个直Cuboid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个BaseCuboid的进行Cache 那么当构建这些直Cuboid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BaseCuboid重复的从HDFS上面来读取数据 这个功能相关的两个参数如下 第一个就是Parent Dataset Storage Level 这个参数的值与Spark Catch Level的那个值一样 默认值是为Nut 那就是表示不进行Cache 那么当配置为其他非难值的时候 也就是表示使用配置的Cache Level 来对FuCuboid进行Cache操作 另外这个参数Parent Dataset Must Assist Code 这个参数主要是用来控制Cache的一个 Cache的FuCuboid的一个个数 因为在前面说到 在对同级Cuboid进行构建的时候 是并发起操作的 那么如果只使Cache的FuCuboid的个数过多的话 那势必会对Spark Executor的内存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增加了这个参数来控制 同时最多只能有多少个FuCuboid的被Cache住 该功能是由友战的小伙伴来提供的 在他们实际测试当中 他们的部分场景在开启的Cache功能之后 整个构建性能可以提升20% 第三个优化点是全级字典相关的 在Cube中如果定义的精确去从度量值的话 那么在构建Cube数据的过程当中 会使用Spark分布式的方式来对全级字典 进行编码以构建 那么只要涉及到分布式 那么肯定就涉及到这个分区数的问题 在Kinning 4.0中通过这两个参数来控制 这个分区数的个数 在这里我们称之为它桶数 第一个参数主要是用来控制 桶的个数的最小值 避免了桶的个数过于太小 第二个参数主要是用来控制 每个桶中字典值的大小的一个义值 避免了一个桶中的字典值过大 那么在读取原数据之后 构建Cube的数据之前 会如果需要构建全级字典 那么就会根据这个度量字段 然后根据这个计算出的一个桶的个数 做从分区操作 做完之后再根据字典值的分区来进行 字典的构建以编码 然后编码完才是继续做下一步 比如说是Base Cuboid的构建 那么这里会存在的 可能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因为前面这边是按照度量字段来做 从分区的 那么就有可能存在着 某一个分区之后 某一个分区中的度量值的 里面的数据过大 导致了在后续构建Base Cuboid的时候 处理该分区的任务会时间过长 而进而拖慢了整个构建的过程 那么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可以使用开启这个Repartition Encode Dataset的参数 那么开启这个参数之后 在构建完全集 构建编码完全集字典之后 在这里会多增加一个 Repartition的工作 这里的Repartition 并不会再为 不会再根据度量字段进行重分区 而是根据所有维度的字段来进行重分区的 那这样子就可以尽可能的 让每个分区中的数据 保证一定的均匀 重分区的分区数大小 可以自行定义 可以通过Data Set Repartition Lemmon After Encoding 这个来进行控制 当然如果没有进行控制的设置的话 它会以上面计算出来 这个桶的个数来进行重分区 第四个优化点 就是避免Packet的小文件过多 或者文件大小不均匀的这个问题 在每个Cuboy的数据 保存计算的过程当中 其实可能会涉及到两次的Safe操作 就保存操作 这是因为在第一次计算完 聚合计算完 会先落地 会保存下来 然后再根据保存下来的一个文件数 文件大小 然后记录数 然后结合这四个参数 来做一次Check 来校验一下 看保存下来的Packet的文件 大小 个数 然后是否均匀等 这些问题 如果是符合 这里这四个参数配置的值 那么 就不会再做一次Repartition和保存了 但如果发现计算出来的值是不符合预期的 那么此时就会从Cuboy的中再次读取这些数据 然后根据这几个参数计算出来的分区数 做一次从分区再次保存 前面这两个参数主要是控制了每个分区当中的行数 第一个参数主要是对于非 没有就是没有精确去从度量值的时候来控制每个分区的 记录数最的益值最大不能超过250万 第二个参数主要是针对有精确去从 这种度量值的时候 因为精确去精确去从的 是采用Bitman的方式来存储的 那么这样子会 会导致Packet文件会比较偏大 那么因此 它的记录数会相对于偏小 因此默认的是100万 那么第三第四个这两个参数 主要是用来判断和控制每个Packet文件的一个大小情况的 我们在构建的日志当中可以看到有一些相关的这种信息 比如说Before Repartition 然后这个Cuboid的保存下来之后 就是在第一次保存下来之后 会有多少条记录 然后有多少它的大小 然后涉及到几个文件 然后接下来会根据这两个参数计算出 比如说根据文件数计算出来 它的分区一期值是4 然后通过函数计算出来的一期值是1 那么就会再根据这两个参数 这两个值比如说4和1做一个平均 那么最终计算出来的分区数 那么就是3 此时如果计算出来的3 以实际保存下来的分区数不苦的话 那么此时就会再做一次读取 然后重分区 按照所有字典的所有维度字段 做一次重分区再最终保存下来 如果在查询或者是构建过程当中 有发现到Pocket文件大小或者是小文件过多 这些不合理的情况 那么可以考虑通过这个日志来确核一下 配置的以上这四个参数是否合理 如果不合理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调整 第五个优化点就是尽可能的减少数据文件扫描的个数 进而来过滤掉不必要的数据读取 在讲这个优化点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Cube数据保存时的一个文件目录结构 最顶层就是我配置的Working DIR 然后接着就是Metadata URL里面的Identifier 然后接着就是Project Name 然后就是Pocket 然后在这个目录底下 就是保存的是这个Project里面所有的Cube 然后按Cube做目录 里面就是每一次构建的Segment 然后Segment里面就是保存了所有的Cube的目录及其数据 那么当Kinning 4.0在响应一个查询的时候 首先它会根据Segment里面的维度来确认命中的哪一个Cube的哪一个Cube的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确认说我需要从哪一个Cube里面的哪一些Cube的目录来读取数据 此时如果Segment里面又包含了分区制端的过滤 那么我根据分区制端的过滤值就可以确定我需要从 我可以从哪些Segment里面来读取数据 那么这样一层一层的采检下来 就基本上可以确定我本次查询扫描文件的一个范围 比如某个查询命中了Cube1的Cubeoid1 然后在查询中又有包含了分区制端值 从这个分区制端值确认了我这些数据是在Segment1里面 那么这个查询就是可以从这个目录下面的来读取数据 就是确认只要读取这四个文件 Packet的文件就行 上面三个都是文件目录级别的采检 那么是否在文件级别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进行采检呢 答案是肯定的 在上一个优化讲到Cube1在保存的时候 会按照所有的维度列进行重分区 但如果在定义Cube的时候 有指定某一个维度列为Shotify列 就是在配置当中指定了这个维度列为Shotify列 那么在Cube的保存的时候 它是不会就会按照这个Shotify列来做重分区了 那么这么做的一个好处是 通过这个列来做重分区之后 那我基本上就可以保证相同的值在同一个Packet的文件 那此时如果查询里面包含了这个Shotify列 且且是equal in Islam等这种操作的过滤操作的话 那么我可以通过这个Shotify列的值来经过哈希确认 它是在哪一个Packet文件里面 那这样子我在读取查询的时候 就只需要去读取对应的Packet的文件 这样直接过滤掉其他的这几个Packet的文件 这样子来达到一个文件级别的一个裁剪 基本上一个流程就是Cube, Segment,然后Cuboid 最终如果有定义Shotify Chrome的话 那么再做一次文件级别的裁剪 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来做文件级别的这个裁剪 那么这里有一个例子 就是当小米在做测试Keeling 4.0的时候 一开始他们没有使用这个Shotify列 整个平均的查询时间高达了两秒 后来加上这个Shotify列裁剪的话 基本上平均时间全部可以达到一秒以内 所以说这个通过Shotify Chrome列来做裁剪 这个对于性能的提升还是不小的 其实这边的整个裁剪有点类似于 Packet分区表里面的这种分区之段 对于Shotify列的话 这里有几个建议 就是最好选择是一个常用的过滤之段 而且基数要比较大的 因为这样子可以避免从分区之后分区比较少 或者是甚至出现了这种分区不均匀的情况 最后一个优化点是关于Spark Circle Shuffle Partition 这个参数的 它的默认值是200 当有在查询过程当中有 Shotify操作的时候 是会根据这个值来设置分区数的 而且在Spark中 它是Spark Station级别的 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同一个Spark Station里面 所有的查询都会使用统一的值来进行分区 那这样子带来的问题就是 我每一个查询涉及的Shotify量 其实是不同的 对于小查询可能它的Shotify量小 那么采用200来作为分区数的话 就会导致每一个分区的数据量很小 然后又要启动200个的这种Cask来处理 这样不但浪费个资源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也会拖慢了整个小查询的一个查询性能 但对于大查询或者复杂查询 可能这200个又是不足的 那么就会导致某一些Task处理的Support量偏大 进而导致的可能都会导致整个查询失败 因此在Kinning 4.0中 我们为每一个Query 就是查询克隆了一个现成级别的Spark Station 然后再根据查询的数据量 结合这一个Partition Split SetMB这个参数 来继续为每一个查询 计算出它的一个Circle Server Partition的一个值 进而来达到了就是为每一个查询设置不同值的一个目的 这样子就可以保证所有的查询都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Circle Server Partition的值了 除了以上列举的几个常见的优化点外 其实调优的调优路漫漫 不同的场景其实涉及的优化点是不同的 尤其Spark其实相关的一些优化参数也是蛮多的 所以在调优的过程当中建议多从Spark UI或者是Kinning.log 这个来去发现一个性能问题 然后再根据不同的性能问题去调整不同的优化参数来进行调用 最后一个部分来讲讲Apache Kinning 4.0的未来的一些规划 第一点就是前面也提到过了 目前Apache Kinning 3是支持使用Flink和Maple Regers PVP来支持流式构建的 那么在目前Apache Kinning 4.0是不支持的 因此后续可能也会考虑直接使用Spark流式计算引擎来支持这块的构建 这块的功能 而对于第二点应该来说是Kinning以来一直面临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也就是当原数据的维度或者度量发生变化的时候 目前的做法是只能去重新构建Cube数据来解决 那么后续如何能用以最小的代价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希望能在接下去的版本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 接下来这三点其实都是以Apache Kinning 4.0上云相关的 比如说完全去除Hadoop的依赖 然后支持OnK8s来做到这种弹性伸缩 而这个Kinning Cache模块其实主要是 我们知道上云之后读取对象存储 其实性能是比较慢的 那么我们可以结合一些Local Cache的技术 然后再结合这种软性和性调度来提升Cache的命中力 来提升在云上读取对象存储慢的一个性能问题 嗯 最后这里列举了 Apache Kinning 4.0相关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官方文档 还有包括Kinning wiki上面的一些用户手册技术文章 这个就是目前Kinning 4.0的一个代码分支 这边也列举了一些Kinning 4.0接下去 需要做或者是计划做的一些功能特性 当然我们在B站上也发布了一些 关于Kinning的一些视频 大家也可以从这些资料上面获取到更多的一些信息 也欢迎有更多的同学来参与到Apache Kinning社区吧 好 以上是我今天演讲的内容 大家可以关注这两个公众号来得到更多的一些信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